妈妈说的那个家教今天没有来对不对 说明他就是迟到 迟到的话就是职业操守会有问题 你们也不会放心让这样的人来辅导我吧 要不这样嘛 哥哥 要不然你就跟妈妈说 过年这段期间呢 就别让我找家教了 反正这段时间也不好找嘛 过完年之后再说 好吗 你要是愿意帮我说话的话 我就过年分你一百块钱 两百好吗 最多 大早上嚷嚷什么呀 这阿许啊 妈没跟你说吗 她给你当家教啊 什么啊 你好意思起这么晚 等了半天了 什么点 又点 在你头上报寇哦 好 饭做好了 老铁 这 这蛋也太少了 我再加点 丧志 不是要吃泡面吗 两个肠一个蛋 再不吃面都要坨了 妈 鸡蛋 两根火腿肠 来 刚刚看你睡得这么熟啊 你哥叫了你好几次也没交情 昨天晚上作业写太晚了 是吗 不是故意装作听不见 不是故意的 真的没有听见 下次在你门口 啪啪啪啪 拿鞭炮把你炸心了 来 谢谢佳许哥 谢谢佳许哥 好吃吗 好吃 多吃点 嗯 最近是不是在家里吃多练习了 我还要偷偷练 让开啊 哎 不是要上课吗 吃完饭上什么课 先自己看你的书啊 给你找佳许 给我找佳许 妹妹 你先去歇一会儿 等会儿打完这把 我就去教你好不好 好 佳许哥 你要不要吃水果 不用 来 要吃直接喊不就行了吗 我来切还弄得那么麻烦 你别整天对人们这么深啊 这个光怎么光 先往左 别光了 整个这么大的西瓜 而且你拿这个根本切不动啊 可以的 这没法切啊 我才打多久游戏 我就在伺候你 我不欠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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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好 好